988新闻线 晚上7点半你好我是冠贤 你好我是辛迦辛睿 今天是12月30号 在一年之前 你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日子吗 我觉得对你来说 应该是印象很深刻的 是其实那一天呢 我们还是照样的做新闻 只不过其实是我是隔天啦 隔天才报道30号的新闻 那个是30号 中国已经传出有一位医生 他们就在群组里面通知大家 哎呀当地出现了一些不明的肺炎 然后就传到所有媒体 都去报道这件事情 国际媒体的关注 我就很害怕 我记得你是第一个 报道这则新闻 然后你告诉我们说 哎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了 好像会变得很严重哦 然后那时候我们还觉得说 应该也还好吧 应该不会影响我们太多吧 结果这个新冠肺炎呢 就这样子影响大家一整年了 还是要说那位吹哨者 他叫李文亮医生 他也在今年二月的时候就逝世了 但是今天其实在微博 很多人都在讨论他 都在纪念这一位 算是一位 在这种世界上 对对对对 很值得关注的一个人物 莫和利兹说 首相人选必须是新人 那火箭跟 就是行动党跟诚信党呢 是挺在野大联盟 敦马自称是带来了马来票 所以火箭才有42席 让西蒙可以赢得政权 学校维持1月20号开学 那马汉顺就说呢 除非发生特殊的情况 警察总长说 要避免群聚是不准举办 跨年集会和放烟火的 没错 明天就是2020年的最后一天 真的好快啊 感性一点点 往年这个时候呢 大家应该已经plan好 明天要去哪里倒数参加 这个聚会啊 派对啊等等的 很太分定的 还是要去哪个地方看烟花秀 媒体就会跟你说 哪里有烟花秀好看 没错 but今年的这个疫情关系 我们是不会看到 这样一个情况了 警方也宣布禁止 燃放烟火倒数跨年 全国警察总长阿杜哈密说 由于疫情不稳定 警方是不会发出 任何跨年倒数机会 和燃放烟花的准证 也不会允许任何人 公开燃放烟花 阿杜哈密也劝请民众 避免群聚 他说目前的情况 是不允许大家这么做的 要聚集倒数的话呢 以后还有机会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 保持大家的健康安全 没错 确实这个时候呢 大家还是要谨记 我们这个防疫 而且呢 我们的疫情是还不稳定的 当然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 会不会也影响 新学年的开课日呢 今天我们看到 教育部副部长马汉顺就说 开课日是维持在 2021年1月20号 那他说呢 希望尽快让孩子们 回去学校上课 因为毕竟线上教学 是无法取代 面对面的教学的 互动跟学习的效果也不一样 所以呢 当局就维持 原定的这个开课日的决定 除非说 未来发生一些特殊的情况 那我想这个特殊情况 应该就是关乎着 我们的这个确诊病例吧 是的 那今天呢 我国的确诊病例呢 继续维持 四位数 新增1870宗确诊 全国的累计病例 也破了11万的大关 达到10万0485宗 今天新增最多的病例呢 已经不是雪州了 是柔佛州 一共有607宗 占了全国病例的32.5% 主要是受到监狱感染群的影响了 所以才这么的多 当中有一个就是今天新增的 Dembo Chou感染群 一共新增了374宗确诊病例 悬兰儿州今天则是通报472宗 沙巴有280宗 吉隆坡有219宗 今天还增加6宗的死亡病例 全国的死亡人数累计的数目是达到463宗 那眼看整个情况是还是不稳定的一个环境 大家是不是会觉得有了疫苗感觉比较安心呢 那国家元首苏丹阿杜拉陛下 今天就透露 五国将会跟阿联酋一起开发疫苗来应对冠病疫情 那陛下是在接受阿联酋通讯社的访问时说 两国除了会在这个冠病疫苗的开发上 一起探索一起加强联系之外呢 也会加强后疫情时代的合作 包括说在卫生啦教育 粮食安全还有农业等等的这个方面 所以呢我们就期待一下这个开发的研发的成果 不过呢有了疫苗也不代表人民是可以在防疫的这个部分松懈 真的 卫生部的前部长蔡希里他就认为说 我国必须要有70%人口都接种了冠病疫苗 才能够达到群体免疫的效果 所以估计人民是要一直一直戴口罩到2022年 而且呢明年预料也是没办法出国旅行的了 他就举例我国有大约3200万人口嘛 那70%人口的意思就是大约2200万人 每人要接种两剂疫苗就要4400万剂 加上国人每年需要注射800万剂其他的疫苗 总数就多达5200万剂的疫苗 所以他就提出疑问了 这有可能在一年里头完成吗这件事情 OK而且有了这个新冠疫苗之后呢 也是要按照顺序的嘛 就是医务人员军警等等这些前线人员 还有呢乐林人士啊慢性慢性病的患者 这些都会先优先接种 之后才会轮到其他的群体 那无论如何呢他就呼吁民众要继续的忍耐 并且呢要继续的谨守防疫SOP 那与此同时看到新洲日报的独家报道也说 公共卫生医学专家何志伟他也认为 我国呢只有在迈入这个牛群免疫 也就是90%人口都接种冠病疫苗之后呢 才可以有拆掉口罩的那一天 那在这个那一天到底是要等多久呢 他就预料了至少是要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那是要强调呢疫苗其实不能够停止 冠病病毒的传播 也就是说呢大家还是要继续防疫的 不是说有了那个疫苗你就可以马上 哦摘口罩我就不用去顾我的卫生了 这些都不是哦 是啊我们也看到国内最近疫情还是不稳定 新增确诊病例一直都维持单日的四位数的这个增幅 有人就质疑为什么政府不收紧这个管制呢 像之前那样啊就落实MCO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提问 卫生总监诺西山就感叹了 要在经济和健康之间寻找平衡 真的很困难 一旦选择其一就要面对牺牲另一方的局面 其实诺西山也不只是一次那么的说了 他在之前的汇报上也是有说过 当国内爆发第三波疫情的时候 当局是曾经真的想要落实行动管制令MCO的 可是搞好量到这个经济的一个情况 最终还是选择落实有条件型管制MCO 那在这样子的一个选择之下呢 诺西山也再三的提醒大家 应该要采取3W措施 以及避免3C以做好防疫 其实他也不是一次这么说 他其实每一天在汇报会上 都一直苦口婆心的提醒大家 可是我相信很多人应该看了那个最新数据之后 就结束了整个live这样子 那如果你没有听过的话 我们就再次提醒你哦 3W呢就是wash 勤洗手 wear 戴口罩 以及warm 保持警惕 那3C呢就是你需要避免的 则是crowded places 拥挤的地方 confined space 密闭的空间 以及呢就是要避免closed conversation 近距离的交谈 3W跟3C 那诺西山就强调 我们都必须要学习跟病毒共存 只要大家互相的合作 才可以阻断冠病的感染炼 这些大家都听了一整年了 应该都谨记了吧 难说 好 但今天我们要问的这个现在的题目呢 是关于明年开课的 因为新学年开课日就会在1月20号 而我们的副教长就有说 会维持在这个日期就是1月20号开学 你认为呢 今天给你两个选项 如果你觉得建议是绿区先复刻 红区就继续上网课 可以点选love 如果你觉得建议接种疫苗 控制住整个疫情之后 才全面的复刻 可以点选wow 两个选项love跟wow 欢迎你去到我们的官方Facebook那边去投选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 好了 这一段呢 要跟大家关注政治相关的新闻了 看到我们的前首相敦马呢 最近在接受中国报的专访时 就提出了一些关于反对党合作计划的看法 他就说如果安华的反对党合作计划 把它排除在外的话呢 就意味着安华会失去马来人的支持 他还说其实他也是想要跟安华合作的 可是安华已经拒绝了他所有的宪议 那德马也举例当初呢 他带领着反对党赢得选举 是因为呢 他带来了马来人的支持 其中他就说到 你看行动党从来没有赢得超过18个狗会议席的 但那时候就是509大选的时候 就直接扫了42个席位 那就是因为他带来了马来人的支持啊 马哈迪还说 安华如果想要做首相的话 那就必须要确保自己获得支持 可是一看记录 说了几次有得到支持 但还是没有获得所有啊 就是足够的支持 让他成为首相 另一方面对于早前霹雳州变天时候呢 行动党就是要跟他的死对头巫统合作嘛 这件事情让很多人都感到相当心讶的 那敦马就笑着说 在这政治上面呢 人有时会忘记了自己的原则 不过他说 年轻一代的行动党党员就跟老一代的党员是不一样的 老一代的党员还是维持很华人 就是他的说法是very Chinese的一个态度 那他也说行动党是要改变 因为他是觉得在马来西亚这里 如果没有得到各族的支持 那就不会赢得选举 因为呢 这里不是新加坡 他说那一个是 马来西亚这里是多元种族的社会 而新加坡是华人占大多数的国家 那马哈迪还透露自己当年照顾马来人的时候呢 其实也是关注华社的 而且巫统当时能够赢得多次的选举 也是因为对华人的敏感度很小心 但是最终呢 就因为贪污而失去了华人的支持 对马也自称华社会支持任何一位 可以让他们的生活和平 以及有经商环境的领袖 所以呢 他自己就给了华人这样子的一个环境 那事实上呢 他在他执政22年时 华社是发展的很好的 那不知道身为华人的大家 是不是有这样子的看法呢 那退于最近 敦马和当年的巫统对手 东顾拉沙里宣布合作的事情呢 马哈迪也是有解释的 他说这是因为啊 人在不同的情况下呢 要有不一样的盟友 而他也不可能永远把过往的事情 放在心上嘛 他说他不只是可以和曾经是对手的 东顾拉沙里合作 也可以和曾经批评他独裁的行动党合作 他就说这些人当中 他发现了纳吉才是糟糕的敌人 所以他是决定和反对党合作 推翻纳吉甚至是慕尤丁 那接着就问到 东顾拉沙里有没有能力担任首相呢 敦马就说他支持东顾拉沙里 因为东顾拉沙里就比纳吉和慕尤丁还要好 OK那这是敦马的看法嘛 那敦马的儿子 莫克利兹他又是怎么样看待反对党的首相人选呢 那莫克利兹其实也是祖国斗士党的创党主席 那他就说现在呢就是时候要看到一些新面孔出现在反对党的首相人选了 那说国外呢常常会有许多不是很出名的人物在选举当中突围而出 引领新的这个风潮 所以他这就是他觉得应该有新面孔的一个一个想法一个原因 那最近西蒙内部就是提出了一个的反对党大联盟的概念嘛 那对此部克利兹就说 他向西蒙那里的朋友打听到 反对党大联盟呢是不会有法庭内群人 也就是cluster macama 因此呢祖国斗士党是愿意开始讨论成立反对党大联盟的事情 以及其中的这个合作细节 那刚刚说到这个cluster macama是什么呢 就是指那些有官司缠身的国会议员 像是前手向纳吉拉 还有巫统主席阿莫扎西等等的这些人士 同时呢行动党和诚信党的领袖 也都是看好反对党大联盟的基础实力的 像是行动党国会领袖陆兆福就说啊 反对党阵营是需要明确的知道 如何应对第15届大选 而且呢现在从掌握108议席的角度来看 其实反对党阵营的势力 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 他认为所有的反对党能够同在一个联盟 将会是最理想的策略 同时间腾信党的熟理主席沙拉虎丁 也是提出同样看法 而且他说到啊 凭着这种力量 为什么不建立一个大联盟呢 事实就证明了大联盟不是一个幻想 通过他们在国会所展现的人数 已经得到了证明 不过沙拉虎丁还是有说 反对派大联盟是不会带来新的结构的 而是基于西盟的基础 同时让其他的政党加入这个大联盟当中 我们看起来反对党这边好像开始 就摩拳插场要准备来届的大选了 之前呢首相沐游丁也说过嘛 只要疫情结束就会解散 国会举行大选 可是来到今天啊 同样来自土团党的最高理事李端 他最新的一个看法就是 近期内是不会举行第15届全国大选的 他也预测 这届的国会呢会在2023年 也就是5年任期届满后才会解散 他说沐游丁领导的国盟地位 现在依然稳固 特别是之前召开的国会会议之后 因为各成员党已经通过协商达到一个共识 国盟政府是会越来越巩固的 那李端也是首相署特别事务部长 他说呢近期内不会大选的原因也包括 就是考量到我国现在还是面对着疫情的冲击 毕竟呢政府不要承受民众蜂拥外出投票的这个风险 那除了这个在投票的时候 有很多人出来之外呢 像以往啊不是说到这个新年 也有很多人出来吗 尤其是还有两天就踏入2021年嘛 大家迎接新的一年 那在槟城呢 其实新的一年也会迎接一个新的事情 就是呢正式启用接连两岸的 快艇临时码头 今天看到滨州首长这个曹关友呢 就带着州议员等等的这些官员 前往槟城港口公司聆听简报 并且跟滨州港务局主席陈德钦 乘搭快艇来往返兵威两地 陈德钦在发文告当中就提到 曹关友呢也是认同快艇的航行平稳 然后非常舒适啦 也可以保障使用者的安全 他就重申 舵轮呢一般在使用40到50年之后 就会严重的损坏开始平方的出现故障 那维修费其实挺高涨的 而且呢替代零件几乎已经停产 更重要的是渡轮使用者的安全 那这些呢才是交通部 以及槟城港务局的最大考量 不过呢曹关友他就强调 滨州政府依旧是坚持原有的鲜明立场 那就是要保留滨城渡轮 同时呢也是要求滨州港务局 还有中央政府呢购买新的渡轮来解决 渡轮残旧啊维修啊 还有营运成本高的这些问题 他说民生就反映出 大家其实想要保留这个属于 槟城的流动性标志 不管怎样啊曹关友也是有说啦 随着渡轮将会结束存在行人的服务 而且会由快艇来取代就是在行人 那未来这个渡轮会用什么样的形式存下来呢 还是一个未知数 我在看到一些槟城的朋友呢 开始在贴出小时候乘搭渡轮的时候的这些照片 我是时候要翻一翻 因为我也是有去搭过 我很爱搭渡轮 为什么 在渡轮上面吹风的那种感觉 特别爽 OK但是这个就像刚刚曹关友说的 会以怎么样的形式继续存在呢 还是个未知数 但是呢有另外的东西是确定了 就是新学年的开课日 维持在明年的1月20号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 现在我要问大家的问题 你怎么看这个决定呢 而我们的投票结果哈 很壮 65%的朋友呢 是建议先绿区复刻 然后红区再继续上网课 而35%的朋友是建议 接种疫苗控制疫情之后 才全面复刻 看来大家还是对疫情很担忧 毕竟现在每一天都四位数 对呀 Darren就说为了安全起见 还是建议教育局 关闭学校多一年 认为2022年才开学 那这一位叫做Lear Chongming 他就说呢 尤其是现在有这个新的病书啊 小孩子特别容易感染 那这样子呢 会不会校园大爆发呢 到时的严重性是不堪设想的呀 Sean Tom就说 当然接种了疫苗 才能安心上学吧 网上学习虽然不方便 但是会比再去学校安全的多 像悠悠就觉得 再不回学校 学生都要发霉了 回文就说 现在疫情那么严重 不赞同孩子去上学 朱书尔也是觉得先上网课吧 秋冰就说 孩子往上往下差很大 觉得今年废了 真心希望他们能够回到学校 开怀大笑 然后释放的奔跑 确实 今年应该很多小朋友 都是在家里度过 跟我们一样啊 都是在家里度过 在不多过其他地方 他们应该是最辛苦的啦 因为哦 童年总是要蹦蹦跳跳的嘛 然后可是你突然间被限制在家里 那个感觉真的很不一样 我也是看到家里的小朋友呢 原本就是应该很活跃的时候 可是呢 就安静的在家里上课 确实挺难的 还是要提醒父母 要注意孩子的这个心理的状态 现在防疫还是也是要继续的做好 没错 我是冠贤 我是金甲心蕊 我们明天晚上再见 我们明天晚上再见